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标题是 大家请看 Kulass累再入门 咱们在前几期曾经简单的接触过累 今天咱们就再入门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就是Luby累的再入门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Luby累的定义 咱们今天定义一个叫做Game游戏累 然后呢 这有一个构造器构造方法 这个是在做累声明 累实例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构造函数 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必须 每个类都要有啊 咱们请看 咱们这个构造器 Initialize 有三个参数 分别是ID 标题 Title 价格 Price ID呢 在咱们数据库中是唯一 然后再给上一个游戏标题 同时卖多少钱 咱们这个构造器的内容是 大家请看啊 写了三行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把咱们参数传进来这三个值 付给模板级的变量 变量名呢 呃 变量名和参数名一样 只不过呢 前面加一个at 代表这个变量呢 是模板级 这模板级该怎么用 就换句话说呀 呃 这个函数定义完的 这些个模板级的变量呢 在其他函数中可以参照 比如说 下面这有一个show game 这个方法啊 大家请看 我在这方法中输出了这个游戏的ID 标题 以及价格 但是不是还吐一个s啊 说明价格是 这个 数值型 咱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然后大家请注意看 我这都加了一个at嘛 什么意思 模板级嘛 我从模板级去取 这模板级在哪定义的 就在这个构造器中定义的啊 它是自然而然的认为 在构造器中这样写呢 它认为这三个变量呢 就是模板级 好 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咱们还有一个静态方法 其实这个 叫静态合理吗 叫做字方法 但是呢 在其他语言中 比如说Java中 C++中 这个是叫做静态方法 static 这个怎么 什么叫静态方法呢 就是说 这个类 咱们不用实力化 就能够使用的方法 叫做静态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中呢 咱们很简单 就输出一字不串 I love this game 一般是NBA嘛 也不是NBA啊 NBA经常这么说 好 那么咱们这个game类定义完之后 咱们怎么办呢 大家请看 用game.new进行实力化 学个渣的朋友知道 它是new 让空格跟上一个类名 再传这个构造器的参数 不 Luby不是啊 Luby是反过来写 game.new 然后呢 传入构造器的三个参数 后面没有这个分号啊 接下来 咱们把这个构造器的内容 附给一个叫做 ZERODA的这么一个变量 前面也不用写变量定义 它就默认是 这个对象型啊 好 咱们实力完 ZERODA这个变量之后呢 大家请看 我就能够去使用 这个类方法了 没问题吧 show game 但是这儿啊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备注啊 什么意思 叫做尝尝错误的滋味 请看 我这个错误滋味什么意思 是ZERODA点 to star to star是什么 是这个地方吗 这点我大家跟您说了 这是静态方法 静态方法呢 只能被类本身调用 而不用 而不能够被实力调用 咱们这个ZERODA是实力吗 所以调这儿肯定要报错 一会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好 既然这儿报错 那么这个to star 这个to string该怎么调用呢 大家请看 后面我再给您写两行 这就是这样的方法 一个是类 game.直接输出 另外一个呢 是类 加两个冒号 再输出 这就是卢比的静态方法的使用方法 好 咱们空口无评 马上试一下 我在这儿建一个 不是 建一个卢比 稍等啊 怎么这个Studio有问题了 我这儿建一个卢比文件 叫做test.rb 这可以吧 然后把今天咱们的代码 拷过来 go 好 咱们现在运行试一下 我现在打开控制台 然后敲 卢比空格 咱们的test.rb 回撤 哎 怎么样 咱们看啊 咱们一行一行看啊 首先说 咱们声明了一个Z6打的变量 然后呢 调用Z6打里面的show game show game什么内容 请看这儿 输出ID标题和价格 咱们第一哈 输出了吧 Z6打ID 然后呢 名称是Z6打的dances 赛尔达传说 然后呢 多少钱 350 不便宜 非常经典的游戏啊 好 接下来输出两行 I love this game 什么意思 就这儿 直接类调用静态类方法 输出的内容 这两个方法 看起来是完全一样啊 输出结果呢 也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该尝尝错误的滋味了 我先把这打开 什么意思 实力 类实力来调用静态方法 它肯定抱错嘛 对不对 咱们试一下 尝尝这个错是什么滋味啊 好 我现在存盘之后 咱们再运行啊 卢比 go 哎 怎么样 出错了吧 他说没有定义这个 2 star方法 其实不是没定义 是因为它是静态方法 是类方法 那实力呢 是看不到它 所以呢 它报一个未定义方法啊 其实呢 呃 它是静态方法 这么立即就可以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啊 不知您听了没有啊 今天的类呢 仅仅是一个复习 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这种类的定义方式 包括使用方式呢 是咱们工作中非常非常常用的方式 请您呢 一定要记住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国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就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